體驗將公共市的中央公公園 為出一部份 裡面一些稍微也已經寄到 公共市政府接受民間關稅 要來這裡建一間李柯雄 紀念肚子館 但有今天民眾均勒敢反對抗他 四天一位市府原本公佈民調 說在先建肚子館的有六殺死 不在先的有三殺死 不在先的紀錄一場在五十歲到五十九歲 他的取樣是什麼 他調查對象是什麼 我想大家都知道民調其實是很容易操作他 當一個問題還沒有被民眾廣泛的 知道一些選擇的時候 就做民調這樣太急躁了 反對民眾因為民調 內容問得不清不清 他們做成的學習聯盟 有一次也發起網路的民調 將棄肚子館的前因好各的工程廁 其中因為附近已經有肚子館 沒有再棄肚子館的人有超過賣賞 不在先接受市民館 正在既定在公園區的 見到總共有九勝 但市府的文化局也批評 這樣民調應得性太強 但反對方他做的文章 他您可以去看一下 他其實是充滿誘導式的文章 這第一個 第二個他是在網路上進行 他的正確度 他的效度如何 相同民調結果差很多 學習聯盟希望市府開公園論壇 讓市民了解合白處理後 來討論起還是不起才有意義 文化局也表示 當時我們的政議已經兩黨話 將會在後禮拜開合調會 希望討論出相同都有共享的做法 今天我感謝公見主委員會有報答 我們今天收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N公民行動引力記錄資料庫 我們聯合直播的網路視訊節目 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N的網站我們會直播之後 會有完整節目在公庫還有PNN的網站 我們會完整的播出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一個探討社會運動議題的節目 那我們希望帶大家了解 在很多媒體當中在社會運動的報導 大家只有看到衝突的畫面 可是這個衝突的背後有非常多的 政治經濟文化的議題 需要我們更進一步的關心以及了解 我們也會讓所謂的事件的主要的抗爭者 當事人能夠有比較完整的時間 來陳述他們的觀點他們的想法 當然我們會站在不同的角度跟立場 來提問這樣的一個議題 讓他有比較多樣的呈現 今天我們來到的這個地方 是高雄的中央公園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在我們的背後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美麗的公園 非常好看的一個地方 不過其實你如果再看到 我們開場的背景的後方 你會看到有一個白色的牆 這個白色的牆是 高雄市政府準備要做的是 李柯永的紀念圖書館 那在這個美麗的公園當中 蓋一個圖書館 從某個角度來講 其實還蠻不錯的 可以有圖書館 然後又可以有這個美麗的公園 可是當地的居民 對這樣的一個圖書館 卻有不同的看法 他覺得好不容易讓這個地方 變得是像一個森林綠地 是一個中央公園 可是為什麼你又要再 多了一棟的水泥建築呢 我們今天節目當中 就要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高雄醫學大學的眼科醫生 也是教授張成賢 張老師 張老師你好 管老師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謝謝你們關心高雄中央公園的 這個議題 謝謝大家 其實我小時候是住在中央公園 剛剛我們在 不是住在高雄 不是中央公園 那剛剛一開始來 開始正式錄節目之前 其實也跟張醫師 在這裡稍微逛了一下 我慢慢有很多的回憶進來 我記得這個一開始 它並不是中央公園 可以稍微給我簡單的介紹一下 這一個區域原來是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形式 或是什麼樣的狀態呢 大概只要這個區的高雄市五六十歲的人都知道 這裡本來都是水泥地 就是運動場啦 籃球場啦 還有這個游泳池都是水泥 那是因為前謝長廷市長 為了讓這個都市綠化 你可以看到高雄市都是房子 那好不容易 這塊本來是水泥 那我們現在慢慢可以把它 全部把這些水泥東西都移走 變成一個森林公園 這是給這個高雄市民最大的一個禮物 但是呢 因為最近這個案子 讓我們覺得 這怎麼往回走了 因為這個水泥好不容易拿走 才不過兩三年 換了一個新的市長以後 我們又要把這個水泥物 把它放進來這個公園裡面 這是違反過去的一貫 這樣的一個綠化 我們這個高雄市的一個政策 這對市民來講 也是一個失望 因為大家都已經在這裡 樹下活動這麼久 已經習慣有這個樹下的活動 那突然 大家沒有被告知之下 說要放到一個這麼大的 一個龐然大物的建築物 我們覺得這個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政策的大轉變 而且呢 最重要的是你對過去 把它移走的這些人是不公平的 他們為了這個市政府的綠化 犧牲離開了 那現在這些人為什麼又來了 我記得當時在裡面 是不是還有一些廣播電台的鐵塔 或者是有其他的居民住在這個區域嗎 你跟他說 為了這個所謂的綠化 把一些居民趕走 他們受到了一些犧牲 可是政府卻又蓋了一個 新的水泥的建築在裡面 那甚至為了請走一個廣播電台 還用了一個處分書 這裡明明寫說 這是一個要成為森林公園 所以任何沒有價值的水泥物都要拿掉 那你現在把它趕走以後 又用一個請來一個新的建築物進來 那如果沒有很好的規範以後 是不是大家都可以花一點錢 又說不是我花 有人更有錢喔 比如說要花個兩三億 說我要蓋個什麼博物館 也很好聽啊 這也可以放一個 那你放一個 那這個好不容易做成的這個 這個森林公園 又要消失在我們的這個生活裡面 文長這至少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城市的發展 一個非常讓大家覺得很突兀的地方 其實我們在之前也曾經訪問過 這個高雄的文史工作者 謝伊林他提到說整個台灣高雄的這個城市的規劃 經常比較缺乏一種核心的價值 所以到底這個地方是要蓋一個這個森林公園 還是要把這個森林公園裡面載有一些所謂的水泥建築 恐怕是一個一種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過程當中才端端的景點 也許存在了一些矛盾之處 剛剛張醫師也特別提到說 你們其實在一個非常突然的狀況底下 才知道這個地方要去蓋 李克勇紀念館 李克勇這個圖書館紀念館是在一個什麼樣的狀況底下 才決定要在這個地方來蓋呢 你們是什麼時候知道這件事情的 其實我們在這裡一直旁邊就有文學館嘛 所以我們是經常使用圖書館的一群愛好看書的人 那你說要增加圖書館我們當然是覺得很歡迎 但是後來發現它慢慢圍起來 然後標注有47棵樹要受到處理的話 我們就覺得這個太可惜了 如果我們在這個圖書館裡面往外看一片綠樹是很漂亮的 那你現在把這些綠樹都拿掉 對於整個環境來講我們覺得是可惜 那它怎麼開始其實我們也沒有知道這個跟我們談過 那很多的李迷一看這個圍起來就很不高興 尤其我們後來在這個公園做一些活動來訪問 這裡的李迷是百分之百不喜歡這樣的一個東西 甚至有人一看到白語就罵說這個又是官商勾結了 所以就這個觀點來講我們還是希望說圖書館館長啦 獅子姆公園能走到這個公園來跟大家談一談 看大家的需求是什麼 但是呢那時候是館長是不希望跟我們這樣走來跟大家談一談 這是第一個要點就是說要公民政治就是要跟所有這個最大的有關係的人去談一談 這一點並沒有做到 就直接來做這個簽約 那我們也知道說他們一直強調說 這個第一任的這個就前一任的這個圖書館館長一直說 這個捐贈者他就是喜歡這裡 他甚至說如果你們不要他就走了 他帶他去過高雄市的現在包括現在舊的高雄市很多偏鄉 他說不要他一定要放在這裡 這是高雄這是圖書館館長自己說的 那如果是這個觀點來講 我們覺得我們高雄市的人真的必須被指定放在這裡嗎 我們應該有我們自己公民可以討論跟這個捐贈者好好對談的一個空間以後 這兩者才能達到一個很好的一個決策出來 那也讓這個捐贈者達到他的一個非常好的心意能夠表現出來 這是現在最缺乏的就是這個能夠公民討論 這是這一點上我覺得可惜 這個是一個程序的問題 特別是在一個社區要做這麼大的健體 怎麼去跟社區的居民溝通 我自己常常會覺得說在台灣有很多的城市規劃 特別是一些地方公園的這種規劃 其實常常是一個專業者來進行規劃 可是最後真正到裡面去實施使用的恐怕都不是那些專家 不是那些專家者是在地的民眾 所以在地的民眾生意怎麼納進來是很重要 不過我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就是說蓋一個社區圖書館有什麼不好呢 假如說剛剛談到的那些程序都完備了 那這個民主的過程也都沒有問題 那這裡蓋一個圖書館有什麼不對的嗎 就是居民也可以在這裡看書也可以有休閒 那一般的觀光它在這裡看完這個美麗的景色 它也可以到裡面有一些在閱讀不是很好嗎 是一個不錯的一個idea 但是我們覺得這個旁邊的很多 這個是一個比較舊的社區的 所以它有很多空的地方 我們是覺得可以用 譬如對面的學校就已經空到幾乎學校 要被人家作為一個養護中心的 就指的是對面的大同伯小 對 所以在這種考量之下 你可以把這個量體大的量體放到周邊去 那這邊還是維持綠樹 因為畢竟這邊還是一個很完整的公園在這裡 我們最怕的是你沒有一個規範 誰都可以放進來 那在這個社區旁邊是有很多舊的 舊總書館就在旁邊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就在旁邊 池也大概走三五分鐘左右的時間 就可以到舊的圖書館 那為什麼那個舊的圖書館 不去直接挪去做這樣的李克勇的使用呢 這個第一時間我們也跟這個圖書館的館長 文化局長談過 他說這個樓板不夠沉重 那後來我們查證在這個 他講這個話的同時 他已經在中輪圖書館做補牆 然後作為圖書館 所以這個補牆在實際上是可行的 最近我們也看到網路上說 世界上最古老的這個圖書館 它也做補牆可以再重新使用 以一個文化局的局長 盡量是留下一個歷史的機遇 這是最好的一個政策 而且我們在那裡開過公聽會 開過很多音樂會 這個建築本身它還是非常有功能 你把它廢掉是非常可惜 據我們所知 他是要把它處理掉 就是幾乎等於是賣給不小日子 來使用 這樣對裏民也是一個損失 這是一個公共的建築物 那你做圖書館也好 你做其他的用途 合併起來都是非常好的 一個使用方式 那他竟然不考慮這樣 竟然要這裡做圖書館 那邊要把它處理掉 這是一個我覺得不是很聰明的辦法 但是而且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現在這麼多進乎我們的民調是九成 不喜歡在這裡 那這些人就不會反對你的 做一個主政者 沒有比這個更重要的 就是你把它協調出一個非常人民喜歡 大家最多數喜歡的一個政策出來 我不曉得到這個時候 這麼清楚這麼多人反對的時候 主政者還沒有這個智慧 去把這個事情把它做得非常圓融 一定要做讓兩 讓這個有衝突在這裡面 這是最費解的一個地方 你剛談到說有九成的民調 是反對在這裡設立 那這個是誰做的民調 就是我們透過網路民調去詢問民眾的 那九成的民眾是不希望在這裡 那市政府當然也跟著 趕快做一個電話民調 那這個電話民調 它只問一個問題 我要給你在中央公園放一個圖書館 你要不要 這是沒有選擇 你是說整個的民調的過程當中 只有問一個問題 這是因為 它的問題是什麼 它就是選 因為我們也沒有看到它實際上問什麼 它理論上 這是市議員在市議會質詢之下 那文化局長說 好 那我幫你做個民調來調查 那你要做民調之前 理論上也要跟對方 跟反方去做一個協調 說我這個問題你絕不同意 但是它也沒有 它直接做了 所以我們事實上 它到底怎麼問我也不曉得 但是至少我們知道 它只有問一個問題 說在中央公園放一個圖書館給你們 這樣你們要不要 這個問題非常可怕 因為後來文化局長也在議會打選 說如果你們不要這個李克勇圖圖書館 你們進期內就沒有圖書館 如果你被這樣子威脅 你們會怎麼回答 我當然說那我只好要 對不對 你沒有給他選擇說 我是不是有其他選擇 可以放在其他地方 還有任何其他選擇 這種民調並不能真正反映出 人民心裡所要的東西 那這樣子做事下 你還只得到事成 而且更不可思議的是 他們在做這個民調之前 還發散了叫里長去運這種傳單 說這些有特別意見的人 是會炒的小孩子 所以他們會炒才有糖果吃 這種東西來做事前的宣傳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一種政治 是民主的運動的發展 你是說這個傳單是說 你們這些反對興建的人 是這邊有看到說會炒的有糖果吃 他提出了這樣的一個疑問 那假設你們不是要這些有糖果 我不知道他們講的要糖果是什麼 但是你們要的是什麼 其實他們就是我們很會炒很會叫 其實就是這些里民的聲音 反正他就是認為我們太會炒了 就是在這個電視民調 他的電話民調之前 把這個傳單各離 這樣不同離 同樣的東西印出來 顯然是一個有計畫性的這種 換散播的這種東西 這樣的話 這個民調我相信是不怎麼準確 好 即使這樣做出來 也有事成沒有贊成 這樣的資料就顯然顯示說 這個案子對於這裡的人民 是一個爭議的 那你如果是一個智慧的首長 你就把它轉移一下 這些人就不反對 這個大家都很協和 為什麼你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我們很擔心這個市政府 他連這種小小的這種 這種能夠執政的這種能力 都讓我們覺得很懷疑 所以其實你剛剛有特別談到說 市府去做了民調 而且你認為這個民調是有引導性的 當然實際上是什麼 我們並不是那麼的清楚 可是即使是不管有沒有引導性 你就有引導性也好 或是沒有引導性也好 做錯了結果 你這邊指出是有事成的 這樣的一個反對 他有事成是沒有贊成 不贊成 沒有贊成 他沒有說好 當然包括有說我沒意見 包括有說我就是不要 但是沒有事成沒有贊成 對一個捐款的人 如果看到這樣子 他會不會覺得 我是沒面子的 我捐了錢 然後這麼多人不喜歡 我幹嘛還要捐錢 我這點也很費解 不過不管是不是有這麼多人的贊成 或是反對 他畢竟在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是一個爭議性的討論 對 那這個爭議性的討論 是不是有經過更民主的程序 對 我們待會可以再繼續的討論 那另外一個部分 我覺得在剛剛看到白色的 這個所謂的鐵皮圍起來區裡面 事實上除了蓋圖書館之外 因為你要蓋圖書館 原來舊的裡面有一個兒童圖書館 也可能要被移除 要被拆掉 要被拆掉 然後包括旁邊的很多的 有樹木也要被挖掉 或者把它移除 對 那你們怎麼去看這件事情 那高雄其實常常會覺得說 以前我們覺得它是一個文化沙漠 或者是一個綠地非常缺乏的地方 那移除這個東西 看起來這個樹木並不是很多 可是它的意義又是什麼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過來討論這個話題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大園載報新聞 9月5號高雄果菜市場拆除行動還沒停止 全台超過40個反破千團體 及各地居民自救會 來到總統府凱達格蘭大道前 提醒蔡英文政府執政百日土地爭議依然停止 其跟台灣協會反破千連線等民間團體 代表各地居民提出 反破千土地爭議五大訴求 包含立即暫停執行破千爭議案件 立即落實民眾參與的聽證制度等 要求總統在9月25號前回應破千受害者的訴求 否則將串聯全台自救會重返凱道討回土地爭議 勞動部在9月8號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通過自明年的1月1號起 每月基本工資由目前的208元調漲1001元 成為21009元漲幅5% 每小時基本工資則分兩階段調整 10月1號起 由目前的120元調漲為126元 第二階段自明年1月1號再漲為133元 總調補10% 成案將報行政院核定 全國產業總工會理事長莊絕安表示 依據台灣的就業扶養比 與最低生活基準來計算 勞工的最低薪資應該達到26300元 才足夠讓一家溫飽 換算基本時薪為166元 最終通過的21009元 和勞方期待的26K到28K向去剩原 抗議台鐵強迫員工加班 台鐵產業工會成員9月9號冒著大雨 帶著1800份聯署書到行政院前陳情 抗議台鐵以事先發放中秋節加班費的方式 強迫員工出勤 還讓新進的調度人員在短短幾天內完成列車掌見席 作為休假的替代人力 漠視旅客安全 台鐵產業工會希望行政院能監督交通部與台鐵 儘速補足人力與改善薪資結構 台鐵局副局長陸傑生透過聲明稿回應 人力需求已經辦理增額 至於薪資加班費已經在演繹當中 10號開始也會檢討排班方式 台鐵產業工會則表示 12號之前如果沒有得到台鐵確切的改善方案 不排除繼續號召運務人員中秋節休假不加班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各式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廣東翔 今天在高雄的中央公園要來跟大家談 離特勇圖圖書館捐贈興建的議題 在我旁邊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長期關心高雄在地的議題 特別是最近的有關於高雄的戶數的相關的議題的 張成賢 張醫師 張醫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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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醫師 你好 其實我剛剛看到這個地方 其實就像我剛開始開場的時候 其實對我有蠻多的懷念 我記得我小時候曾經有好幾次是到這裡來玩 那這裡當然之前是一個 我記得沒有錯應該是一個運動公園 不過裡面有個很特別的地方叫做兒童圖書館 這個兒童圖書館其實 我記得我小學大概 我想應該是二三十年前都在這裡有看過書 或者是來這裡玩耍 對我來講是一個記憶 那後來我們才發現原來在這個白色的鐵皮牆的後面 要蓋著那個地方其實就是兒童圖書館 那可以跟我們講一下這個兒童圖書館的這個歷史 或者是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嗎 這個兒童圖書館其實很老的 據我們的朋友在調查 它其實也可以算是台灣最古老的一個兒童圖書館 在登記上它是一個最古老 所以它理論上如果要查把它列為古蹟 我想也有它的可以考慮的資格 那我自從來念大同國小就已經存在那裡 我們常常下課就跑過來遊樂場玩一玩裡面看看書 這對於這附近的居民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記憶在這裡 那前面有遊樂場 那為什麼他們會選擇這個地方把它變成李克勇圖書館 是因為我剛才講的 過去一貫的政策要把這裡變成綠地 所以它認為任何沒有價值的水泥屋都要拿掉 不可以放進來 那因為它就抓住這一點說 這個小小的這個破破舊舊的這個兒童圖書館 必須拿掉 那所以就希望這個必須要改建 那所以這個條件下 它就把它擴充成750大瓶 這麼大的一個建築量體放到裡面來 它本來只有30瓶 那你現在變成750瓶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量體的改變 所以它不算是小小的整修 所以這違反了 第一個違反了過去這個公園的歷史 那再講到這個圖書館 其實後來演變成一種叫做調色版 這個基金會接了以後 它讓一些身心障礙的小朋友來這裡 樹下玩這個兒童 它是一種玩具型的一種圖書館 它在這裡玩一玩在樹下去走一走 它甚至變成世界各國來觀摩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標的觀摩 就是說它如何照顧一個身心障礙的兒童 在樹下在這個玩具的圖書館去活動 這是非常有意義的東西 但是他們看到要被遷移的消息 是從哪裡看到的 是從報紙看到的 你是說這個兒童跟這個圖書 圖書館這個基金會竟然是從報紙看到這個消息 那時候的溫淑蘭監事還親自跑去那時候的圖書館館長說 你們要做這個事情 那可不可以留空間給我 沒有 所以到現在他們這些就是沒有了 就是這些東西也放在體驗層區上面的一個 一個菜市場上面一個小小的空間 這個很有意義的社會對弱勢照顧的這個工作就消失了 這是第一點非常可惜的 那他們會不會回來 我們不曉得 我們聽說再過兩天這個兒童圖書館就要被拆掉 這是第一步他們要做的事情 那在這個圖書館當然我們知道它是對於這些特別是後來發展 不管是本身的意義或者是後來發展 它事實上都有一些價值 那即使這個圖書館這邊要拆掉 那我想市府也應該要有一個好的這種所謂的安置 或者是好的這種讓這些吃換兒 它有一個比較好的這種空間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的重要的一個社會福利 那當然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市府的公告裡面也提出 可能會拆掉然後也會移除一些樹木 原本我記得是40幾株的這個樹木 那後來變成是20幾株 那這個樹木其實移掉你們會擔心嗎 因為我自己是有點擔心的 因為在台灣過去這個包括台北有很多的戶數運動 那政府說我們就把它移到別的地方 可是事實上有非常大比例的 這種所謂的被移除的樹木 它的下長其實都是不太好的 這很鮮明的告訴你 老樹一直存活力不到兩成 所以你何苦一定要移樹呢 那這個你說我們它不是砍樹 那移樹還是一樣的結果 何必花了錢又讓這個樹木活不了 而且這不是樹的問題 這是一塊綠地 你這個綠地被你這個水泥占掉了 被你一個建築物占掉了 它就沒有不是樹的問題 你說把它撞到旁邊 我們還告訴你在別的公園 你還說樹太多要把它移掉 所以你這個樹不是隨便說 你移到旁邊 就可以解決這個公園這片森林的問題 這片森林其實它很很 是這個中央公園裡面最古老的一片森林 它甚至有鳳頭蒼蠅在這裡築草 在這裡築草然後繁衍後代 所以表示說這裡的生態非常豐富 已經能夠養活這個老鷹的 這個食物鏈的最高等 就是這個老鷹在這裡 那你們說 你只要這個鳳頭餐可以到別的地方再去密食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移居城市該有的態度 它既然在這裡已經找到一個好的環境 你幹嘛說我蓋了 反正它會到別的地方去 這是你們官方的說法 我一直覺得這一點 對於高雄一直要宣稱移居城市 是一個非常不友善的一種態度 那其實就在2009年 陳菊市場就在這裡宣誓說要保護老樹 他希望讓每個老樹就像他自己的長者一樣 但是才過三四年 他就馬上政策轉變 要把這個老樹把它弄得非常可憐的移走 這是違反了這個一個政治人物的諾依 就在同一個地點才過幾年 為了什麼目的我要請教大家 這個是為什麼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諷刺 就是包括在臺灣有很多的拆遷案 就是這個陳菊市長其實也簽署了類似 像中指破遷的這樣一種承諾書 這邊其實也可以看到這邊要去保護老樹 當然也並不是說你今天樹木遷移之後 他就一定沒有辦法保護好 可是在過去的經驗當中 這個其實反而是一個高難度的工程 如果他可以在原來的地方 然後維繫原來的生態 恐怕也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一種方式 那在這個剛剛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也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 就是我們剛剛在中間休息的時段 剛好有一個老伯伯原本在旁邊看書 那他就準備要離開 那問他說在這裡蓋公園 蓋這個圖書館好不好 那伯伯其實覺得說蓋圖書館蠻好的 那可是因為這個地的問題 然後有些人反對他覺得 他其實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可是他會 其實我自己聽起來是說蓋圖書館蠻好 不過我後來就問了一個問題 那如果我們今天把這個圖書館的位置 一樣有圖書館 因為大家可以看書 可是在對面的這個大同國小 或者在旁邊的總圖 那在這個地方讓你做選擇的時候 你會選擇哪一個 那伯伯其實有點遲疑 那我覺得我不知道那個詞提真正的原因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 讓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的政府常常在做一些公共政策 在推動的時候 他通常會給你是yes or no的選項 例如說以前新北市在拆熱身的時候 就會告訴你說 今天熱身如果不拆捷運就不會偷 如果是當地的居民就會覺得說 這樣子 那我當然是要把熱身拆掉 那可是其實熱身的自救會裡面 其實有提出了各種多樣的方案 其實我要講那麼鋪陳這麼長 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是否在跟你們溝通的過程當中 他是用一種yes or no的選擇的方式 還是事實上有提出了各種不同的方案 讓大家共同來討論 甚至有沒有可能讓你們提出自己的方案 而來進入到這個agenda裡面 這個討論的議程裡面 對 其實一個公共政策 重要就是要公民能夠討論公民了解 事實上我們剛才這樣走來走去 還有很多市民是不了解這個案子的 那這個剛才這個老伯伯 他這麼喜歡看書 在樹下看書 但是他也不了解說 他還可以做什麼選擇 做什麼好的建議 再一個公民的政策 就是讓人民能夠很勇敢的 說出他的想法 他的看法 是對這個社區是最好的看法 就是說這個案子 你從整個高雄市的觀點來看 這麼大的一個範圍 這麼小的範圍 你放了八家的圖書館已經在這裡 如果你說更一個broad view來看 其實你要考慮是不是應該放在這裡 這個範圍是我們現在在這裡的 這裡面有六七間的圖書館集中在這裡 那我不是說 我當然在圖書館越多越好 但是你可以把它分散到各個小地方 那這個高雄市 這一點是高雄市的觀點來看 這個區域裡面這麼多的圖書館 所以在這個區域 我們不能說它是多餘 我是建議說 你可以放在圖書館的旁邊的前進區也好 那你達到你的目的 說前進區有圖書館 其實賢國中你說要變成海洋局的 你要不要用一個角落把它變成圖書館 也是很好啊 這是另外一個角落啊 所以我認為它的選擇性是很多 只要你敢能夠跟這個市民討論 這個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得到政策的方式 嗯 那其實合約也到了 這個合約到了 什麼樣的合約 就是市政府跟這個基金會簽的合約 OK 在所有的這個公聽會 公聽會還有說明會裡面 說明會其實我們是很少有話說 因為館長就拿著麥克風 講圖書館有多好 這個大家都知道嘛 這個時代誰知道圖書館 我們是想你為什麼考慮一定要這裡 那這個合約我們要很久 這是跟李柯勇基金會 其實簽的合約 我們要很久都要不到 那要到是陳信寅議員幫我們拿到 才發現這個不像外面宣傳說基金會捐款 基金會捐款是不能結稅的 那這是三個他們的人 這個董事長去結稅 那分年還要給他減稅 是一個為了富商富人去減稅的一個 一個目的動機來的 所以這個動機就是為了結稅嘛 那好沒關係 這樣我們覺得這是也是一個好事 但是他最後規定的一個項目是說 他每年都可以來看你的管務怎麼樣 來干涉這個管務 我覺得既然捐了款 還訂定這個條約 對於我們市民是不公平的 你捐了就捐了 為什麼還要再翻證呢 那後來我們發現其實在他另外捐了這個圖書館裡面 都有他的辦公室 甚至阻攬這個圖書館就是等於他的基金會的底子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我們覺得這樣的話 是不是他的這個市政府簽這個約有一點不大聰明 我不知道這個實際上面的一些公家的捐贈辦法是什麼 不過這看起來這個一般我們會認為的捐贈 他應該是一個我就是捐給你 例如說政府捐贈給公共電視 然後政府是不可以去干預他的運作 對 我不知道現在這個是我們現有的辦法 也是向著完全禁止的嗎 還是說其實這些私人的捐贈者 他們還是可以在這裡擁有一些他們自己的空間 我覺得這個是不好的示範 你捐了以後這個留給大家去處理 你還留著辦公室在裡面 這是公家的地 那等於說我們公家的潛意在維持這個圖書館 你竟然放你的辦公室在裡面 你的還可以去干涉這個管務 這個是對市民來講不是很聰明的這個合約 那我們曾經在一次議會裡面希望這個合約已經到了 那議會能夠去監督新的合約的訂定 但是市議會似乎沒有這個勇氣說我要來監督這個新的合約的這個制定 這是最廢解 我們托付市議員這個責任去監督所有市政府的行為 是不是對市民最有利 竟然他們並沒有肯定的說他們要去監督新的合約 去年11月已經到了 所以任何他現在動作如果沒有簽新的合約是違法的 我們希望在簽這個新的合約的同時 能夠做一個更好的典範 這只是一個捐贈的合約是嗎 對 捐贈的合約 他已經到齊了 事實上如果沒有簽合約 現在任何的動作都是一個違法的事情 那他也不公開要不要簽合約 什麼時候簽什麼時候要怎麼簽 都不夠透明化的一個政策 剛剛有特別談到說其實很多的居民他未必了解圖書館 或者是在這個圖書館真的要新建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市府似乎也看不到有其他的這種討論的這種方式 最後想要請教說對你們而言你們覺得市府的至少當然不是說硬碰硬 這是一個解決的方法 可是其實如果在一個公共的興建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更大的公民參與是更好的 那你們會覺得市府應該要怎麼做 是你們覺得應該必須要做的一個民主程序呢 這就是開更多的這種論壇來討論這個事情很公平的喔 不是說台上都是市政府派來的人喔 就讓人民的聲音能夠公平的去發出聲音 那你們來聽聽看 現在我們碰到就是最清楚就是你已經知道有四成到九成的人 是反對在這裡的 那你如果是聰明的人就很容易解決就是找一個新的地點 大家都很高興了嘛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幫你做了這麼多的三連亮的結果下來 那你還可以再討論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案 但是很明顯的這個地點是不是最多數人高興的一個地方 那市政府應該朝這個方向去讓捐款者受惠者 都得到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一個結果 應該做的是再開更多的公聽公平的公聽會 讓市民聲音出來來得到一個最好的答案 嗯哼我想一個進步的城市當然我們會有漂亮的建體 或是夠一個多功能的建築 或者是怎麼樣讓一根在地的地景去做一個緊密的結合是很重要的 但是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地方是在於說 一個城市裡面的民主程序到底是什麼 市民到底有沒有更多的參與 那市府恐怕不能夠只有提出一種 yes or no的方案 他應該是要讓大家有更多的選擇 甚至也要讓公民他有提案的這種可能性 我覺得民主政治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價值 既然城區政府或者是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政府 不斷的強調它是一個民主的政府 是一個人權的政府 那這是一個必然要做的事情 今天非常謝謝張醫師來接受我們訪問 我們會持續的關注這個話題 謝謝大家 謝謝 天空的眼淚 吸过了世界 爱来不及发现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 心中的黑暗 掩盖了希望 忘记要相信 生命的动力 是原自谋 万千走 继续的去梦想